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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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不是紙磚啊 啊不然這點是什麼 這你的磚頭 對啦 什麼樣的喔 应该这样讲,我会看它是什么材质的 那如果磁砖还有不同的材质吗? 有啊,像这个是一般的磁砖嘛 那一般的磁砖就是说 假设你要钻这个 像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位置 我选择这个位置它比较不会列 因为 假如说我是选这里,但它可能列一块 所以你选在 在什么位置其实差异性很大 你选在什么位置其实它的差异性会很大啦 就是说你看 看好的位置要是比较适当可以钻的 如果说你看的位置不是 不够适当的话 那再来就是说 钻头也有分啦,就是一般的那种 钻匙钻的钻头嘛 还有钻匙钻的钻头 对啊,那或者是说 像这个就是有一些那种钻大理石钻头 钻大理石钻头的话就是 比较 贵的钻头就会 就会有差别啦 那钻法也会变得不太一样 就是我说是钻大理石的 就是我钻搬了之后再换 钻穿了之后再换 钻墙壁的啦 钻穿之后再换成钻墙壁的 钻穿之后再换成钻墙壁的 然后再换一支钻头 钻墙壁的 然后再换一支钻头 钻墙壁的 然后再换一支钻头 钻墙壁的或是钻那个 但是鑽在中間這個位置 基本上這個位置是不會貼的 如果是鑽在邊邊角角的差一點點 那你就是要有耐心慢慢鑽 就變成說 才有辦法說一次OK 所以一開始要用鑽那個大理石 你如果要不破的話就是慢慢鑽 先斜的鑽 鑽大理石這個是因為它是光滑的 大理石的會更光滑 那變成說 你要讓它更光滑的話 你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對啊 不然你在鑽的時候就很容易破 在鑽的時候會變得很容易破掉這樣子 好 二杯 然後 到這兒去 terrain 在那兒去哪裡 躲下 全身用鑽板